那麼以色列跟哈馬斯已經恢復到擊戰第三天 哈馬斯釋出的最新影片顯示 他們不只躲在加薩的暗處偷襲以色列的士兵 還朝著以色列的境內發射超過250枚的火箭彈 在台拉維夫的CNN團隊更直擊火箭彈 來襲以色列民眾拔腿狂奔的畫面 哈馬斯鎖定一名正在講電話的乙軍士兵 下一秒 哈馬斯再次展現偷襲技巧 躲在暗處攻打乙軍 乙軍坦克也難逃哈馬斯的RPG 直接被炸成火球 以色列和哈馬斯恢復作戰狀態後 哈馬斯不只在加薩攻打乙軍 更朝以色列發射了超過250枚火箭彈 台拉維夫的空襲警報再度大作 在現場的CNN團隊直擊以色列民眾趕緊加快腳步躲起來的景象 那我們 還有明眾在飛機上 陥揘火箭彈的消防 還有民眾在飛機上通過窗戶拍到鐵球系統攔截火箭彈的瞬間畫面 就在以色列和哈马斯恢复激战之际 哈马斯高层也寄出警告 以色列指控人之休战协议之所以会破局 是因为哈马斯承诺释放15名妇女和2名孩童 但最后却拒绝释放 直指哈马斯违反释放所有妇孺的协议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则是那句老话 以军将继续在加萨进行地面行动 直到彻底消灭哈马斯为止 TPB的新闻综合报道 尽管以色列在加萨空头撤离船单 呼吁平民赶快躲到安全的区域去 但是CNN的记者就发现了 船单上的撤离地图 竟然是要扫QR Code才能够来看到 虽然怀疑这根本是掩人耳目 因为对于通讯中断的加萨人民来说 根本就没有法扫这个QR Code 来看所谓的地图 加萨南部甘油尼斯又是一阵烟雾弥漫 因为在几分钟前 以色列的飞弹命中这里 冒击镜头记录下公寓被飞弹轰垮的瞬间 即使隔了好几条街还是能隐约听见碎玻璃的声音 爆炸威力有加萨人捧着脸感到不可置信 以色列宣布恢复对加萨攻击后 从白天到深夜轰炸几乎没停过 尽管以色列轰炸前在加萨空头撤离传单 只是CNN记者说恐怕是骗人的把戏 以色列的小把戏 美国显然看在眼里 人在杜拜参加气候峰会的贺锦丽 勇意无意批评以色列军队的无差别轰炸 只是以色列还是坚持要将哈马斯赶尽杀绝 以色列还想在后哈马斯时代的加萨 设置缓冲区 避免哈马斯入侵的悲剧再度出现 TVB的新闻都不到 以哈重新开战 这算不算美国也在帮以色列残害百姓呢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美国10月7号到现在 已经向以色列提供了 57000枚的155毫米炮弹 就连这MK82的非导引导弹 也有5000枚 甚至3000枚的联合攻击炸药 其中就要带您看到 这个被称为碉堡克星 可以穿透6英尺钢筋混泥土的 BLU-109炸弹 它也给了以色列军队数千枚 那么现在分析师就认为了 美国你一方面呼吁要降低平民伤亡 另一方面又提供弹药给以色列的军队 是不是就会削弱 施压以色列保护平民的立场呢 而到现在 以色列的冲突都还没有办法落幕 很多人都在怪一开始是不是就是以色列政府轻忽了 因为传出以色列早就知道哈马斯的攻击计划 但就是因为无事才会变成现在的局势 交给记者李作衡 以哈的冲突持续到现在 但是这场冲突是不是本来有机会可以阻止 但是却没作为呢 我们就看到现在就传出说 其实早在一年前 他们就已经知道哈马斯有相关的计划 只是当时认为这一份内容 野心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以色列他们就置若罔文 当作好像没有这回事 这份流出的计划 它叫做耶利哥城墙 一共是有40页的文件 里头大概详细的叙述了 有关于恐攻的行动 而且还提到说 预计会造成1200人死亡 以色列的官员就判断说 以哈马斯的能力 太难执行这样的计划了 所以就认为说这可能不是真的 而后来发现 竟然现在真的哈马斯有行动了 美国的官员则说 他们没有收到文件 美国的前官员也说 以色列没有分享这样子的文件 其实是很有问题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美国和以色列 他们长期有情报共享机构 摩萨德 白宫的发言人则是提到说 没有办法证实 纽石这样子的报道是真是假 要交给以色列来做评论 但是不管如何 现在传出了这样的消息 在事件之后 美国也传出检讨说 到底要不要未来 持续的依赖以色列来收集 哈马斯的情资呢 当然也有以色列的官员提到说 如果当初认真看待这样的警绩 也许可以削弱哈马斯的力量 甚至可以阻饶他们的袭击 而另外带您来关注 乌俄战争的焦点 在乌克兰1加1电视台 前进乌克兰东部的重镇 阿弗迪夫卡来采访 他们就捕捉到乌克兰的苏凯 25战机 成功地甩开俄罗斯飞弹的瞬间 战前人口超过3万人的这个小镇 到现在已经剩下不到1500人 被认为是下一个巴赫姆特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就警告了 战争进入到冬季 即将会变得更加复杂 乌克兰1加1电视台直击 遭到俄罗斯猛攻的 乌东重镇阿弗迪夫卡 乌俄两军最近几天 一直在空中激战 乌克兰空军的苏凯25战机 从空中掩护地面部队 还成功甩开后方 惊咬的俄罗斯飞弹 敌人的地面部队 有什么冰箱的地面部队 俄军带着坦克兰装甲运兵车 准备冲锋包围阿富迪夫卡 只是还是有不愿离开前线的居民 阿富迪夫卡从战前三万多人 剩不到一千五百人 现在很可能成为下一个巴赫姆特 与此同时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接受美联社专访再度示警 随着进入冬季 乌克兰的战况将会变得更复杂 CN指出乌克兰急需的武器 还没有全部到位 而且美国明年要进行总统大选 共和党挡住新军援 也会是乌克兰的挑战 不过泽伦斯基也说 尽管战事艰困 不代表他们会放弃 他也强调乌克兰不会就此投降 TVB的新闻 最后报道 而俄罗斯现在也被爆 囤积大量的飞弹 被认为就是用来锁定 这乌克兰的基础建设 那么要来做攻击 俄罗斯总统普京更是不甩北约 再度扩军 怎么回事 再交给记者作衡 冲突时间拉得更长的 还有就是俄乌的战事了 我们看到现在呢 又说俄罗斯方面恐怕冬季大轰炸 又要再度的上演了 这个判断的原因是因为 北约秘书长史托腾伯格 他们就警告说 发现到俄罗斯他们累积了 大量的飞弹库存 而且呢就说俄军接下来 数个月的目标 可能就是要夜袭乌东地区 另外还有一些基础设施的部分 像是电网的设备 以及供暖的基础设施 那反观乌克兰 现在前线的反攻呢 已经陷入到停滞了 偏偏啊 这个天气不站在他们这边 开始要进入到 很寒冷的时候了 所以恐怕又要再度陷入到 黑暗寒冷的状况 所以呼吁说西方国家 赶快提供给他们防空 和补给物品 而且现在还发现到说 俄罗斯呢 他们又签了法令 要扩大军队的规模 这个军队的人数要增加 大约有17万人 另外武装部队呢 来到了220万人 不过俄罗斯方面 他们否认了 是为了要扩充军队规模 只是为了因应北约的扩张 所以他说这不是军事的动员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